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工作 为了自身去整容 我们还可以理解 但是如果一个人 纯粹是为了另外一个人整容 绝对不值得去推崇 她的这种行为 在大家看来可能过激了 但是我觉得 在这个年代 能够为爱执着 然后花了那么多时间 去整容了女生 今天又来到现场 向她表白的 无论如何 我们应该去支持她 特别的为她 在这个浮华的年代里 能够依然保持这种纯情 给她点赞 我觉得这个事情 完全是一个 特别恐怖的事情 真的 她还是她自己吗 她根本就找不到她自己了 对不对 对不对 身体发布受制父母 你这样在自己脸上 大动干戈 真的 你这样是真的对自己 对父母 对家庭都是 特别不负责的表现 而且如今 最恐怖的事情是什么 是你一走出去 一大帮的美女 长得都是一个样子 都是尖脸 大眼睛 高鼻梁 分不清谁是谁了 是不能同年同月 同日生 但求同脸 同眼 同笔 同嘴吗 现在的女孩 有很多很自我 很自私 不会为别人奉献 拿她一点点 可是她却完全 用一颗心 用自己全部的生命 去爱一个人 我希望在这一点上 她能够获得 我们大家的 我们不能因为爱的名义 而去绑架了自己 不能说因为爱 我就可以去伤害自己 伤害别人 是伤害自己的父母 你根本能因为爱对方 而凝食自己 也是自己的 我觉得长得好的人 永远不理解 普通人的心情 因为不用整就很漂亮 就有很多人爱了 是吗 我始终就是觉得呢 她就是走捷径 否则她为什么要整得 跟前女友一样呢 如果这个男生 接受她的爱的话 就说明她爱的 只是她的前女友 根本爱的就不是她 就算你整得像她 她接受了你又能怎样 这样的爱情 幸福吗